当时我想 其实我的旅途 也是我觉得很孤独 因为我是一个人来 然后一个人带着电影来 我也不是台湾人 说的会感动 我就觉得到这里又被隔离 就觉得好像很孤独的旅途 我也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 所以我那份真诚的爱和和平和爱 是献给大家献给朋友 而且我亲手的 我觉得当你给礼物的时候 不是看你给什么 是看你多少爱在里面 当然除了感谢金马奖 感谢成果导演 感谢怎么说呢 就是评委吧 其实我要说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真的是我们 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的创作除了感谢以外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在当你在创的时候 把心灵打开的时候 让宇宙进到你身体来的时候 你其实就成了宇宙 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到 那么在我在创作过程中 也是这样 所以不需要去做功课 就是平时 就把全心全意向的小孩子 给出去 给予就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 怎么说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 更高级的一个层面 去达到那个艺术的境界 就是我要走的路 当然我那个还准备了一些别的 但是最后呢 其实就像我得那个 怎么说呢 金像奖 还有我要说就是台湾吧 我的生日是10月10号 小时候呢 就打开收音机 就在找那个台湾的台 听到那边好热闹地庆祝 我真的整个台湾都在庆祝 我的生日 我就觉得有一些亲近 那么就是台湾一个缘分 给了我金马奖 所以我这次来 一定要抱着一份诚心 把我的爱奉献给台湾所有的观众们 那么到最后呢 就像我得了金像奖 和金子奖 我上台说了一个话 我说 我要感谢我的 我的姥姥 她现在坐在月亮上 磕着瓜子 在看着下面的我 我们在你身后 我们为你骄傲 不要迟疑 不要犹豫 不要怀疑 继续你想一样的精彩 就是我说的 很感动 所以爸爸其实也是影响你 对 我就觉得 因为其实那种家庭 那种亲戚那种爱 是真的是你心灵给你感动 给你爱和给你美好的 怎么说呢 源泉吧 你要有那个了 懂得 那个了 我觉得你其实就是自由了 也找到最深层最美的东西